这树 我好像在古籍上看过 叫做什么 什么 弟兄 据说紫树果实 吃了能够静心不怒 对对 想不到凤大哥知道的东西还真不少 巧为何如此压抑 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学识渊博的模样 不知道这里找不找得到 让人不自吹自擂的果子 这里的确感觉一片祥和 与琉璃幻动截然不同 而且 与木月之前所形容的景象 颇为相似 或许 此处真不是妖灵的居所 这里 木月 你对这里有影响 嗯 这里和青灵谷很是相似 青灵谷 虽然和我记忆中的青灵谷样貌不同 但同样有着平和安详的气味 我记得他相当喜欢那里 他 剑木画形之人 木月姐姐 你的意思是说 在这里也许能找到那个剑木画形之人 那不是太好了吗 我们赶快去找他 请他帮木月姐姐回家 可是 这也说不准 毕竟已是那么久远的记忆 变化 实在太大了 走吧 不向前走 是找不出答案的 四公大哥说得好 有什么事 嗯 靠近 一路 去 靠近 1 靠近 4 靠近 4 靠近 4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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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攻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起来这里没有其他人 或许此地真是凑巧和木叶姑娘记忆中的故地相似而已 你们看 那朵花的底下有个奇怪的东西 大家小心 此处可能也被妖灵占据了 妖灵 可为何出现了一股与天地共存的自然之气 你们是要来取回京元的吗 好 那就让老苏试试你们的能耐 你们倒还真有点本事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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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在此无聊了上千年 总算出现像你们这样的人 让老夫可以好好拉拉筋骨 有熊士有你这样的后代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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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妖灵竟然没死 妖灵 你怎么知道我是有熊士后人 什么妖灵 老夫是神 伟大的骨神 伟大的骨神 去去凡人血脉 老夫当然看得出来了 骨神 难道您是那位猎山士族人 没想到有人知道老夫的来历 小丫头不错呀 有眼力 不愧是通过老夫考验的人 可是外头明明写的是忌神词啊 我记得忌神并非猎山士一族 而是一位叫后忌的人 据闻后忌曾得神奇相助 带周族人种植出各种古物蔬菜 因此被尊为神奇剑祠祭拜 对对对 凤大哥说的没错 我也记得是这样的 什么 那怎么可能 老夫是古神 古神 等等 周族 听你们这么一说 老夫想起来了 老夫以前 似乎传授过一个叫做 气的小子 开田屁野的方法 原来那小子 后来被尊为祭神了呀 不错不错 不枉老夫悉心教导 所以外头的神词是建来祭祀那小子的 不是老夫 比起尊敬老夫 是人更崇敬那小子吗 老夫被遗忘了吗 嗯 事情应不是您所想的这样 方才在外头 我们见到神词内的神像 与您的形象相似 由此应可证明 此神词是建造了纪念您的没错 或许是因您的事迹太不久远 人们不负记忆 真正要祭祀的神奇为谁 但仍敢怀您的功德 才以五骨之手祭为您 遵您为神 是这样吗 那好吧 叫老夫记神也无所谓 你这孩子怎么还拿着武器 不是已经通过测试了吗 难不成你还想打 测试 你们不是来挑战试验的吗 难道老夫弄错了 老夫看到有熊市的人来 一时间太开心 没问来意就开打 抱歉啊 阿强 受伤了吗 没事没事 就是又 世人所剩无多 阿强 你先勉强见父 其他等回忆和这里再说吧 要吃东西了 看老夫的吧 这些果子好香啊 这是当然 老夫可是古神哪 小东西 喜欢吃这些吗 小东西 方才明明还对自己的明慧那么介意 怎么一下 就又不当回事了 但他看起来不像是什么恶人 从前曾听闻 烈山是古神 就是像这般大而化之 但他十分热心良善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 我曾听姐姐说过他的事迹 是神话传闻 不是神话 是真的 如今神奇 真的出现在眼前 的确无法只当成虚假的故事 不过这里看起来 和剑木与那化形之人无关 等阿乔用餐完 我们就离开 到别处再找看看吧 嗯 这些果子好好吃啊 谢谢你 古神 小姑娘 再多说几句赞美的话 给老夫听听 这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 古神 谢谢你 古神 谢谢你 古神 对了 你们来这儿 如果不是为了求剑木金元 飞升天界 那是要来做什么 天界 剑木金元 您是说剑木金元在此地 是啊 老夫未报那轩原是小姑娘的恩情 在这里守护金元上千年了 我实陆上 我来说 你是能раф兜呢 因为我去到过了 我实在是嘱咭我 让你拆了个美国人 那些虚似啊 阿乔 我却有我们的贱民 法兵 之人早已經死去了 死去 那賤木還存在於世上嗎 賤木 賤木也早就被毀去了 古神大人 您願意跟我們詳細說說嗎 好 要從很久以前說起 很久很久以前 人間曾遭到魔神摧殘 那個魔神也讓自己的種族獨霸人間 造成許多人家破人亡啊 後來有個軒原式的小夥子 或天地愛女之助迷品抖亂 除了擊敗魔神 他也禁錮了造成人間漢象的漢拔 讓世間回到了安樂的日子 誰知道 後來天地愛女 竟自人間失蹤 天地震怒 於是打開天門 讓許多人 讓許多人如軒原式一般 登天取得神力 只要他們答應為他找回女兒 此舉卻在世間造成了動亂 於是 於是軒原式之孫專須想出了對應方法 實行絕地天通之術 斷絕天地連結 這才終結了妖物魔神 在人間作亂的情形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啊 專須殺了劍木化形之人 毀去了天梯劍木 可是後來某日 一個軒原式的小姑娘 竟帶了個理應遂為粉塵的劍木晶圓 前來 那個小姑娘啊 似乎費了許多苦心 才把晶圓重聚 她恳求我用神力 幫劍木晶圓附送 而老夫妹的時候啊 還在煩惱要如何協助百姓 重建被洪水糟蹋的田地 便與她交換了條件 我呀最厲害最拿手的 就是跟植物有關的一切 照顧植物晶圓對老夫來講 本來就不是什麼難事 這就是她託付給老夫的原因 但不知為何 那小姑娘說 軒原式對不起天地與劍木劃行之人 只有當他們為贖罪 找到天地愛女的情況下 才能將晶圓戒出 所以老夫剛看到你們 還以為是找到天女 準備登天謝罪的軒原式人呢 好了 老夫把過去的故事都講完了 你們也該滿意了吧 沒想到追尋許久 竟會是這樣的結果 木月 她承受得出這份打擊嗎 古神大人 我有一事不明 若晶圓毀損 仙靈不能存活 但劍木晶圓居然已被重聚 是否就表示 能用它 讓劍木劃行之人附生 對呀 你 老夫已經不小心 和他們說了這麼多 不 你 你問這個做什麼 武神 請告訴我 如何附生劍木喚行之人 不 可能 原來 你們也是妄想登天 取得神力的人 老夫還跟你們講這麼久 沒有天地愛女 就別想取走 劍木晶圓 大破千軍 離開 離開 因此 未為 似乎 大大破千斤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开 布神 请告诉我 如何复生剑木划刑之人 混账东西 还不死心呢 既然如此 可别怨老夫 好漂亮的石头 不知道值多少卑鄙呢 又是你们 是咱们 咱们 想念吗 我回去思前想后 总觉得上了那个郡哥哥的道理 所以前来向你们讨天人了 你们竟然还找来了帮手 不是帮手 布神 请您告诉我 如何复生剑木划刑之人 别想 哦 怎么好像变得越来越混乱了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轻 夏姑娘 在下 你 住开 别以为又笑成着春风满面的人样 我相姐就会再上当 去 能外面的说 再多拿几个麻袋剑吧 是 真没想到 跟着你们竟能来到这一季 准着各种奇花真青 真叫人打开眼界 既然来了 又怎能空手回去 这些 全都是卑鄙啊 赚到啊 你与蠢而贪婪的凡人呐 你们怎么配活在世上 还不快快生死 这 这什么要说的 救命 我是无辜的 不要打我 冷静 怕什么 哼 既然你们要断我财路 就别的怪我了 来人啊 放大火把这里烧个干净 不 不可以 不要伤害他们 为什么 哼 这些恶人 为什么要伤害他们 为什么要脱回这里 他们什么也没做 都是无辜的呀 可恶 用了这种手段 存心要置我于死地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们快过去帮帮灭火 救救这些生物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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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